中国新疆是全球产棉中心 产量占全球两成以上 但根据华府智库全球政策中心提出的报告指出 在中国政府的强制劳动计划下 新疆地区有多达数十万的少数族裔劳工 被迫使用手工摘取棉花 透过报告显示 新疆内部三个维吾尔族为主的区域 2018年送了至少57万人去摘棉 作为国家强迫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环 然而据研究者估计 被迫参与新疆摘棉的总人数 恐比上述数字多出几十万 对于上述相关指控 中国外交部强烈否认 并宣称透过训练 工作计划 以及改善教育 有助于扑灭区域的极端主义 同时反抗美国想打压新疆企业 新疆各组劳动者 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 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 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不会因民族 性别 宗教信仰不同 而受到任何启示 全球政策中心的报告 引述政府文件表示 劳动力转移计划的参与者 被警方严密监控 进行点到点式转移 军事化管理和意识形态训练 报告并指出 中国官员有强烈意识形态动机 来实施这项计划 因为这可以某种程度上 提高乡村收入 让官员达成国家下令的解评目标 庄社综合报道